台北市有一名零星男子 日前因為投資比特幣失利 急欠大約280萬元債務 不過卻認為遭人受局拒絕還款 沒想到合夥投資的其他四名男子 竟然是將人掳走淋虐 零星被害人趁著借錢控擋 趁機向警方報案 雖然只有短短三秒鐘的報案電話 但警方透過了科技 在十分鐘內迅速定位 也結束了零星男子這三天的被擄驚魂 警方大動作呵斥 這麼嚴謹 就是因為眼前這四名男子 涉嫌路人囚禁 原來日前北市一名零星男子 因為投資比特幣失利 欠煞約280萬債務 不過質疑遭人設局詐欺 因此拒絕還款 沒有想到要遭合夥投資的 誠信男子等四人以性命做威脅 將零星被害人掳走 8號中午11天多 零星男子趁借錢的空檔 花三秒鐘火速報案 只說自己被綁架 請警方快來救他 原警利用GIS定位系統 在短短十分鐘內 迅速攔車將人逮捕 回撥報案人的電話 其中有一名男子 他的電話就響起來 發現他身上又有一些傷勢 那我們把他帶開到旁邊去做詢問的時候 他才向警方求救 說他就是報案人 說他已經被押走三天 動不動的是什麼 摸起來是一把槍喔 就蹲下 不追蹲 警方在嫌犯車內找到一把改造手槍 四顆子彈以及開山刀 鋁棒和毒品安非他命等物 全案除了依違反刑法 妨害自由等罪嫌 送新北地檢署偵辦 公然持槍掳人林若 也報請檢察官漸起生涯 楊賴科技進步 短短三秒的報案電話 成了救命稻草 結束為期三天驚魂 記者 邱宇婷 張士奎 新北採訪報導